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一名小将是荣耀的 那火箭为什么会牵下这位并不知名的小将呢 莫雷的眼光毒辣 他已经看到了克拉克身上的三大闪光点 三分能力出色 克拉克在大四最后一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达到了43% 这样的数据堪比上赛季勇士的库里 当然了 库里的出手难度是克拉克无法企及的 而且NBA对于三分球的要求比NCAA更加严格 对于这样一位小将来说 43%的三分命中率已经足够在火箭生存了 在火箭三巨头身边 克拉克无疑会获得很多的出手机会 哈登与保罗二人的传控能力出色 这一点对于射手来说是幸福的 炮位能力出众 克拉克出色的炮位能力也是火箭管理层欣赏的 他的炮位有一些卡丝比的味道 能够在合适的世界切入内线 或者在三分线外发炮 火箭的战术体系很明显 在三分线外的大量出手 以及在内线的传球和突破 这些组成了火箭丰富的进攻体系 克拉克无疑是适合火箭的战术体系的 不断的跑位 寻找良好的出手时机 这样以来他才会在场上获得更多的出手权 防守能力 克拉克的防守不是特别出众 但是比起其他球员也不落下风 出众的身体素质加上2米03的身高 克拉克在防守其他球员 时并不会出现漏洞 需要说明的是 他的横向移动速度较慢 这一点也是他在新赛季需要加强的 总体来说 克拉克的模板像极了火箭 原来的另一位球员兰德里 无论进攻还是防守 两人都非常接近 希望他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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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